加上一罐罐奶粉 还有一包包尿布 这些都是婴儿们 一天不可或缺的 使用量非常大 是家里不小的开销 为了省钱 妈妈经常透过网路团购 以便宜价格购买 没想到就有好几位妈妈因此受骗 就是脸书这一家社团 里面老板娘化名返凡 以地狱市价 大概是5-7折的价钱 买奶粉等婴儿用品 返凡会一直说是货运的人手不足 刚好那时候的新闻也有提到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拼命网路购物 货运的工作量很大 更是让大家相信了反反的这套说法 被害妈妈都是汇款后 没有收到订购品项 但是老板娘会不断请人分享收获心得 营造供货正常的景象 再加上许多优惠活动 让更多妈妈掉进陷阱 一更换活动吸买气 不退款乖宝宝 送红包等等活动 第二个价钱压低吸引顾客购买 换算下来比药局便宜非常多 许多受害人汇款后太久没收到货 金姐有意搜寻老板娘相关资料发现 她竟然被判过刑 老板娘本名姓庄 2016年到2018年期间 一样工程用5-7折试价价格开团卖尿布奶粉 买价汇款后卖家延迟不出货 97个受害者集体报案 但老板娘已经得受1800万 之后遭到法院判97个杂齐罪 8年有期徒刑 没想到过了3年疑似假释 说来后利用相同手法继续骗 目前已经有受害妈妈报警提告 目前受害妈妈表示 被骗的人越来越多 除骨应该有两三百人 还没有包含下游客人 人数持续增加 而装兴女子诈骗金额 可能将近2000万 她才刚从狱中出来有诈骗 许多受害妈妈表示 应该加重刑则 让她不敢再骗人 TPBS新闻 徐立凡理财引料凡一 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P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